《 紙家一 4 紅絲纏》 雖然這已經是《 紙家一》系列的第五部作品 但不用擔心,沒有玩過前作也不會影響遊玩體驗 這次的故事要從一個詭異的婚禮勤儉修起 傳說只要收到這個勤儉,就會有東西出現 因工作出差的主角 發現目的地正好是勤儉上的地點 因而展開了一連串的事件 遊戲玩法類似逃脫解謎遊戲 我們需要在各個場景中尋找線索以及道具 遊戲中結合了許多中國民宿文化和怪談 像是冥婚、指人等等 搭配上優秀的氣氛營造和音樂 玩起來真的會讓你含毛直樹喔